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周三凌晨 欧冠联分组赛第五轮开打 其中多蒙特与曼城互交白卷 以下是比赛概况 上半场最有威胁的攻势来自多蒙特 比赛进行至36分钟 卡莲爱迪耶美右路低平球船中 由素法莫高高禁区中路绝佳机会的推射居然偏出 下半场 56分钟 利耶特马列斯禁区内被安利简铲到 求证判罚12马 可惜利耶特马列斯钦自操刀设施 最终两对0比0闷战成和 曼城锁定小组投名 多蒙特则提前一轮出现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请不吝点赞 许行词 感谢您的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您的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您的收听安波普通话后